一般民生用水要怎麼樣去取水 那一次我特別提出 因為現在在台中 已經有所謂的小吃店 還有美髮店 洗車業者都說 如果是停水日 就是他們的公休日 現在我們以中山路 東邊是停四跟五 禮拜四禮拜五 西邊是停禮拜二禮拜三 換句話說 這一些都是上班日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非常的不便 所以上一次我有跟部長 提出 也就是當民眾不便的時候 我們政府要怎麼樣去協助 補助他們 這一點部長也很歡喜聽到你說 你回去會研議 我不知道研議的目前狀況 到底是如何 因為在4月11號的時候 德金水庫的水位 當時所提出的4.8 到現在差一個禮拜 我們當時部長 你4月11號說可以撐到28天 可是現在只能夠一個禮拜後 只能夠一半14天 所以換句話說 焊像讓我們還是非常傷腦筋 我們目前除了挖井之外 本席我個人還認為 怎麼樣協助民眾渡過難關 這是經濟部必須立即展現 所以從上次到現在 也將近三個禮拜 要請教部長 我們補助的措施如何 要是有損失的這個部分 那醫院裡面也有 我們也有召開跨部會的討論 那跨部會討論 那最後就是財政部 他有針對你的這個營業收入 有減少的部分 在營業稅這邊確實有減少 那這個財政部也很快的 就把這樣的一個措施有做了公布 算可以增加的水量是16萬噸 結果我們在台中這邊試做一兩個禮拜 我們現在的這個抗漢水井 增加到從原來的25口增加到88口 那相關的包括浮流水設施等等 我們把2.0本來可以增加水量是16萬噸 那現在大概可以增加到51萬噸 那這個就是來救急使用 那這個我們也希望就是這樣的情境 可以公五庭二可以渡國 目前是沒有公四庭三的打算